有一个接头已经烧焦了 现在彻底充电了 哎呀这个咋办呢 今天电脑没法用了 因为充电器坏了 刚刚发现 充电器已经烧了 接触点已经坏了 所以没法 所以没办法正常使用 这样的话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新的 我们看看隔离期间 能不能正常的收到快递 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早餐是什么 这个是 豆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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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卷 和三个小馒头 没有有两个鸡蛋 大小馒头 是 豆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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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和以前一样的 但这个小炸鱼和以前不一样 还有小炸鱼 菜花一样,青菜 就这个鱼不一样 好了,吃完了 基本上都吃光了 就是这个小鱼 没吃多少 原因是太硬了 我怕夹嗓子 所以没吃,没敢吃 今天是隔离的第四天 现在已经是上午11点钟 今天早上送来的早饭 没有吃 是一份米线 实在是不想吃 把昨天晚上的香蕉吃了 看一下外边 今天还是个晴天 现在来查一下我的快递到哪了 快递已经到了 水净室 进到了水净室 先到了水净室 水净宝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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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